娱乐圈坚守初心的十位老戏骨 他们不直播、不带货、不卖字 个个只做演员分内的事 第一位 李雪剑 他出道40年拿了33个影帝 也是国内唯一的大满贯影帝 对于名利他有清醒的认知 不会为热度炒作也不为名利做代言 戏外他低调的仿佛消失 正因如此我们才能见到一步步优秀的作品 第二位 李宝田 成名之后很多商家找他做代言 其中有2000万的一个广告 但这些都被他拒绝了 他说 我做了这些东西会影响我的角色 正是这份敬业和执着 在2020年被授予 中国文联终身成就艺术家奖 第三位 陈道明 他是国内知名的老戏骨之一 出道30多年出演的作品《有口皆碑》 在一次活动中他公开喊话年轻导演 有什么戏想着我不贵别怕 他还痛批一些小鲜肉 不要只看流量 要提高演技 第四位 王晋松 他是国家一级演员 外表看着斯文如雅 但塑造角色却颇有魄力 心如利刃 他说 现在的年轻演员不念台词 念数字 简直丢光了演员的脸 第五位 李又斌 凭借李云龙一角被观众熟悉 他身上也有着军人的高尚品德 在他看来只有为国家有贡献的人 才是值得去追的心 他还痛批一些老演员 一大把年纪为了钱还去录综艺 第六位 王志文 他是实力派演员的代表 也是名副其实的大满官师弟 他从不接广告代言 也不参加综艺活动 他说 我也知道有时拍几部戏 还不如一条广告的代言费来得多 但这钱我赚得不安心 第七位 张义 他跑了十年的龙套才开始走红 2021年凭借悬崖之上 曾经斩获影帝 身为一名演员 他始终坚守自己的初心 当主持人问他 为什么不参加真人秀时 他说 我也知道上综艺赚得多 但我不会为了娱乐大众 而去违背一个演员的职责 第八位 傅大龙 拿过三次影帝却被称最穷影帝 他对自己的底线就是 不拍烂片 不接广告 不上综艺 为此得罪过不少导演 最难得时候 他靠送外卖度日 到现在连房子都买不起 第九位 魏宗万 出演的角色大都是配角 但每个角色都是炸裂般的演技 对于一些演员不是代言就是代货 他说 我有编制一个月四千多的工资 够生活就行这才是他最真实平凡的样子 第十位 尤本昌 他在52岁因出演技功才开始成名 成名后各种广告商纷至他来 他拒绝了各种的名利诱惑 给出的理由是 和演戏不搭边的坚决不碰 十位老戏骨都做到了 但博名利坚守初心 和当今的小鲜肉相比 你有什么看法吗